您现在看到的是三明市市区 从空中看 这座城市有着纵横交错的山水 临次置笔的森林 人在城中 城在林中 2018年 三明市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为99.2% 连续八年达到或优于国家二级标准 在这里每个人就拥有14.19平方米的绿地公园 穿越三明城区的沙溪河 是三明人的母亲河 三明水资源丰富 人均拥有水资源量8717立方米 是全国平均的四倍 从三明市区往北 我们来到了格式考国家森林公园 这里的木材总储量达21万立方米 其中格式考占80%以上 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天然烤树林 格式考系珍稀林木 俗称红柯 是造船和高档家具的上格材料 这片天然烤树林已有200多年历史 平均树高26云 100年前 英国林业专家格瑞敏在三明发现了这片考树林 回国后专门撰文介绍 人们因此将其命名为格式考 作为我国南方重要的集体林区 三明全市森林覆盖率高达78.14% 拥有五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六个国家森林公园 这里零雾霾 呼吸的每一口空气 都有满满的复养离子 沿着敏江一路往上 我们来到了福建母亲河 敏江源头 这里的地质结构形成于26亿年前 被称为敏地之墓 三明除了金溪 沙溪游溪三大流域 还有32条小流域 大多汇入敏江 有八米水缸之城 今年1至6月 三明市水环境质量 位列全国333个地级以上城市 第24名 水质提升情况排名 全国第21位 成为全省首个 进入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 水环境质量排名前30位 和水质量变化情况排名前30位 双榜单的社区市